可以把這個地方做一些修改 它預設的話是這一個 這個是 就是可以連線的話 一般就是這一個 這個 這個就是你的網路卡 每一個電腦都不太一樣 那下面這個是叫Share Network 就是說你分享實體那一台電腦的網路的話 就選這一個 那底下這兩個都是可以連線的 那這個是Local Only 就是你虛擬的跟實體可以連線 另外就是說不連線的話就選這一個 那是Connect的 所以說 假如說你不想連線的話就選這一個 那其他因效要不要 那我底下有設了一些設定 預設我會把它改這個 就是Close當關閉的時候呢 我就選擇什麼呢 這個 預設我記得好像我有調啦 那如果其他同學有調過的話 可能設定會跑掉 那這個設定就是說 Turn off 就關閉之後呢 and delete change 就是說關閉之後馬上 就把原來的那些 你做的剛剛做的任何動作都刪除 也就是還原的意思 還原 那可能如果說同學做了其他設定的話 比如說他可能把它調整到其他 就有可能存檔起來就產生問題 至於這裡面有哪些其他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再研究看看 因為像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我每一個上課環境都會有一台虛擬電腦 那好處就是說彼此互相干擾 反正CAD就是一個CAD 很乾淨的CAD 然後呢 Office 比如說像 Ecell VBA 就是一個Ecell VBA的環境 然後呢可能城市開發 就是一個城市開發的環境 那這樣的話呢 比較可以避免掉一些 因為軟體什麼衝突之類造成的一些麻煩 那這邊順便補充一下 補充說明一下 那這裡的話如果你們可以 這個這個部分有問題的話 建議你是先把原來的把它殺掉 然後再從網路上抓一個把它蓋過去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來看這一題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我們來看看 看一下 我們來看 un chat